现在您在画面上所看到的这张照片 是高雄男子的天空 雾茫茫一片 当地居民都说没看过这种景象 气象专家认为 应该是空气中的水气重 再加上空污指数高 因此产生了大雾 半夜的天空应该是漆黑一片 不过高雄市男子区却有民众看到 外面雾茫茫能见度非常的低 连灯光周边都是一团雾气 觉得很奇怪赶紧拍下来po上网 连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民众 也是第一次看到 我在打开窗户时奇怪 它这里露了 整个都是白色 很不寻常 黏黏黏黏黏 这样湿搭搭 不舒服就是啦 半夜怎么会出现大浓雾 查看环保署的空气品质 监测网发现 不止南子地区 人舞桥头左营的PM10浓度 在晚上10点到凌晨2点之间都飙高数字 甚至超过125毫克的红色警戒 气象专家指出 空气污染的悬浮微粒物加上水气 很有可能是浓雾的原因 云雾它也是代表空气当中 有一些小的小水滴 小水滴吸附一些悬浮液 所以它也会稍微会增加 它的这个浓边才能浓度值 昨天上午高雄的天气很好 空气中还起雾 出现天空之城的美丽画面 没想到深夜男子的PM10浓度就飙高 气象专家强调PM10的来源很多 像是砂石场或是街道车辆 阳城等都有可能引发灰尘 提醒民众遇上奇怪的浓雾 外出记得戴口罩 记者国财业孟昭全高雄报道